文化大革命时期,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几乎完全停顿。 当时,除了由江青亲自策划的八大样板戏之外, 所有其他文艺创作都受到造反派的批判。 江青所领导的文革派,以保卫文化革命成果为名, 鼓吹将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推广去到包括小说、诗歌、绘画等各种文艺创作范畴。 因而歌颂《功龙兵》,歌颂《无产阶级革命》, 政治挂岁成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,中国大陆文艺作品的主题。 文革期间,可以公开发表的长篇小说,大概有一百部。 在取材方面,绝大部分以功龙兵的现实生活为题材, 内容强调革命政治路线的正确性。 例如,1964至71年出版的《艳阳天》是著名作家浩然的创作, 被江青等人称呼为优秀文学作品。 当然,除了能够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之外, 民间的地下文学依然存在,广泛地秘密地流传。 例如,张扬的长篇小说《第二次握手》, 拥有大量的读者群。 这部小说直至1979年正式出版。 小说的内容大致讲述几位留学外国的科学家,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归祖国, 献身祖国科学事业的经历。 此外,更烦的《公开的情书》, 礼平的《晚霞消失的时候》, 赵振开的《波动》等等, 都以手抄本的方式流传。 赵振开后来以北岛为北名, 以创作新思文明。 乃青卫国,文革这段历史, 我们都花了相当多的唇舌去讨论。 是的,很多场。 由文革一直到四人帮被捕, 其实也刻画着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段。 当然,因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, 要透过群众活动力量, 即是煽动群众力量, 从下而上, 要推翻所谓资本主义路线的司令部。 但当日他们要由下至上, 颠覆整个秩序, 在上的除了有政治人物之外, 另一群被受打击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, 文化人。 在他们的斗争期间, 这群的知识分子被视为一些毒草, 一些传递封建, 或者是不正确, 与无产级级专政为敌的一群人, 饱受打击。 于是在文革这十年期间, 在红卫兵造反派的操纵下, 所有的文化人曾经出来写过东西, 说过东西, 甚至发表文章等等的人, 都会被批斗, 打成黑帮, 封杀了他表达的一种权力, 即是不准再写东西, 所有的文艺的刊物, 所有的报章、杂志、电台广播、电影, 全部都停滞不前, 变成只能播放一些歌颂无产阶级专政, 歌颂伟大领袖的一些文章、节目等等, 似乎在中国的十年, 几乎十年里面, 我们都可以看到只是保留了一些, 由江青所阴定的, 江青所策划的一些, 所谓革命样版的戏剧, 电影也是, 歌曲也是, 环绕着革命样版的体制, 来展开一些文艺活动, 我们常常强调, 学术自由, 思想自由的重要, 就是因为要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面, 各样的文化创作, 才能做到多彩多姿, 百花齐放, 但在一个处境之下, 这些简直是不可以发生的事情, 到了邓小平复出的时期, 我们之前已经提及过, 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, 就是在社会文化层做一些重建, 或者最少都是一些抚平的工作, 我们先前提及过, 大专院校开始重新收生, 用正常的途径去收生, 对于大学的运作, 开始重新恢复秩序, 但是早前那段时期, 邓小平仍然有避忌, 所以对于文革的时期, 被打倒的一群知识分子, 他有保护, 有一部分帮他们回到原位, 但是要将他们平反, 还是要小心翼翼的, 当然了,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, 这些人都是犯了错误的人, 或者是一些与无产阶级为敌的人, 那你要将他们彻底地平反, 可能会引起一些所谓造反派出身的, 或者是贫下中龙出身的人觉得, 现在是不是这个走资派又翻天, 又撩尾巴了, 就是说从此我们又被这些人踩在脚下了, 会不会这样呢? 这也是一个疑虑来的, 不过这个邓小平也是谋略很多的, 所以他就透过这个党校里面的一些, 所谓的写作班子, 由胡耀邦所组织起来, 这个写作班子就推出了一个所谓,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议题, 就是说什么都不用说了, 最重要就是看看有没有成效, 在这个大批的所谓知识分子文化人, 被解放回朝之后, 当然他们要有工作, 当然就不是只是坐在这里, 吃这个国家的分配工资这么简单的, 总是要给他们写一下东西, 总是要给他们发表一下他们的文章等等的, 于是乎在这个邓小平复出之后, 中国大陆各省各市等等, 开始有一些文艺的刊物, 逐步恢复收稿, 征稿, 于是乎这些文化人, 开始有写作的发表空间, 这个情况之下, 就让这些文化人有实践的机会, 这个都是一个重大的突破, 虽然我们说邓小平做得小心翼翼, 但是从1978年开始, 我们逐渐都开始看到, 一些先前都相当有成名的文学创作人, 都逐步获得平反, 如果我们在1978年, 我们看到著名的诗人艺青获得平反, 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, 近年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留意的, 就是王若望, 这些开始都叫做精神领袖, 因为文学始终对社会来说, 是发挥了很巨大的, 所谓引导社会思潮的作用, 所以这些文学家和文化人, 一旦他们平反, 有所谓发表文章的机会, 有空间给他们活动的时候, 他们还会出来说话, 但当然他们说话会小心翼翼的, 据我在大概7、8、7、9年左右回大陆, 去探讨一些朋友, 一些文化人, 这些人有些都挺有名的, 他们曾经跟我说过, 他们说现在的气氛仍然很紧张, 有很多东西都不可以说, 为什么呢? 他说伟大领袖不说的东西, 我们就不敢说, 伟大领袖说过的东西, 我们只敢说, 例如伟大领袖说过《红楼梦》, 说过《水虎转说》, 我们就敢说, 《红楼梦》、《水虎转》以外的小说, 中国古典小说来说, 是数以千计那样多, 那些因为伟大领袖没有提过, 就不敢说了, 所以历史人物也是, 例如有些毛泽东以前, 赞扬过的历史人物, 例如林则徐, 龚子珍, 艺园这些人可以说, 除此之外, 什么人都不能说, 甚至岳飞也不能说, 为什么呢? 在毛泽东批判下, 岳飞是一个屠杀农民起义的配置手, 这事是为宋高宗的封建地主阶级服务, 所以如果你赞扬岳飞是民族英雄, 就会担心被工农兵专政的可能性, 所以工农兵即是一些曾经做反派出身的官员, 批判有这样的可能性, 所以仍然不敢轻易得罪这些所谓工农兵出身, 或者我们叫无产阶级出身的一些干部, 或者当时的一些群众, 不敢批判他们的议论, 当时可以说, 大家先试试一下水温, 开始写一些东西, 但要正面跟当时做反派, 依然坚持那些信条, 对着个人, 大家都还未敢轻易去做, 但文学创作始终摆脱不了一件事, 都是跟我们周遭的环境有密切关系, 人的经验, 从他的经验所培养出来的一些视野, 再放诸于文字时, 就是一个文学创作的过程, 但这群著名的文学家、文学创作者, 他们其实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面, 面临过一个非常痛苦的经验, 亦看到一个完全扭曲了社会的状况, 这些感受绝对不会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文学视觉, 当然人在最恶劣的环境里, 都会有自己的思想, 假如你有能力将你的思想发表出来的时候, 通过文字,通过声音, 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宣示出来的时候, 都会做的, 所以在文革期间, 虽然我刚才已经说过, 在这个所谓八大样板起, 垄断了整个中国的文艺的范畴, 但是还有很多所谓地下的人物, 地下的文学就出现了, 这个情况跟苏联也一样, 这个地下文学在苏联, 即是史大林的操控情况下, 仍然有地下文学的产生, 而且发展得挺蓬勃的, 其实中国其实也不例外, 有些手抄本的地下小说是不断流传的, 例如比较出名的, 有所谓的《第二次扼手》, 有所谓的《公开的情书》等等的地下小说, 亦受到群众所谓当时的一般的暗中, 来要读这种地下文学的知识分子所欢迎的, 而这些所谓的创作作家, 很多时候是隐藏在农村里面, 隐藏在工厂里面, 其实正式的身份都是一些农民, 所谓叫社员, 下放的社员, 以及一些工厂工人等等, 但是到他写作流传出来的时候, 人家就觉得他们所写出来的作品, 真的能够反映我们的心性, 为什么呢? 在知识分子被压制的年代里面, 不少的知识分子真的被逼下放农村的, 所谓的知青, 他们对这些作家的作品, 是有很明显的共鸣感的, 这样的情况之下, 这个地下文学, 在文革最盛行的时间, 都在留步, 到邓小平复出之后, 打开了一个缺口, 容许这个所谓的文化人, 是有机会拿出他的作品, 公开发表, 这些作家由地下, 慢慢转向公开化, 他的稿在公开的刊物里, 不是寒灯, 引起极大的共鸣, 而这些作品的主题都很清晰, 有很多都是提及到文化大革命, 过程里面, 人们所受的苦痛, 社会变成一个怎样的状况, 也有很多在暗地里批评一下, 或者尝试判断一下, 文化大革命是否一个明治的做法, 是,比较著名的, 我们以前听过的, 例如1979年的时候, 有一个在解放军中的, 重要的文艺作家, 叫白华, 他在1979年的时候, 在一个复刊的刊物, 叫十月, 里面刊登了重要的剧本, 叫《苦戀》, 这个《苦戀》的剧本, 就是讲述有两个, 这个所谓龟桥的年轻人, 回到中国之后, 希望为祖国的繁荣发展, 贡献一分力量, 谁知经历过文革, 经历过各种批判之后, 就变成了, 被打成反动派, 后来平反了, 其中有些人, 有个感觉就是说, 我们爱国家, 但是国家爱我妹妈, 在这类的剧本出了之后, 真的引起当时的文化界, 甚至一般的读者们, 一个极大的回响, 究竟我们的文革, 对我们这种一般的知识分子们, 制造了多大的伤害呢? 在这种情况下, 很多类似的作品, 陆陆续续地在各种媒体, 包括刊物、报纸, 甚至一些其他私人的, 例如大字报等等都会出现, 其实这个转变, 大家都不可以低估它的变化, 因为从十年文革的大潮流里, 大家都在一个亢奋, 对于当时的社会运动, 都完全有一个信任的态度, 跟着大队一起去做, 但到这几年里, 大家的心态开始说, 不单只是质疑当日的路线是否正确, 亦要考虑当日, 自己为何处于一个这样的洪流之下, 作出了这样的选择, 亦要面对十年文革, 带来给中国的后卫, 这些都是历历在目的事情, 所以这类的文学, 就变成了要表达这堆的沉思,